一陣槍聲 所有人拔腿狂奔 直擊民眾嚇到放聲尖叫 根據路透社報導 一名俄羅斯男子疑似不滿 普丁徵兵令 直接向辦公室內一名俄軍指揮官開槍 有人被動員令逼到絕境 遭到逮捕 但對和平抗爭的民眾 俄軍卻對空名槍 驅散示威者 普丁甚至還打算先把少數族群 送上戰場當炮灰 常常車樓完全看不到盡頭 俄羅斯國內陷入逃難潮 現在就連全世界也無法置身置外 子倫斯基認為普丁把核武掛在嘴邊 不是在開玩笑 事實上根據CNN報導 俄羅斯可隨時派上用場的核彈頭 多達4477枚 其中有約1900枚屬於戰術核武 而且破壞力驚人 恐等同美國二戰時期 1.5萬噸天廳炸藥量的廣島原子彈 但普丁真的會動核嗎 英國衛報以及美國華盛頓郵報都指出 拜登已向普丁表明不要動核 普丁對核武純純欲動 勢必會讓西方把當前重點擺向杜絕 全球核戰 最終可能逼著烏克蘭彈河 為長達超過半年戰爭畫下句點 不過普丁的如意算盤過不過得了全球各國 這一關恐怕還很難說 三里新聞寫電話報導